眼睛是靈魂之窗 因為看得見 大部分的行為都變得直觀 因為看得見 為我們的生活增加許多安全感 這哪裡啊 我會哭耶 當我失去了這一個感官之後 原來影響這麼大 兩分了 感覺還需要再熟悉一下 可以讓牠強硬嗎 今天是來這裡幫牠買一個新玩具 我很相信牠 是 歡迎來到想像世界第三集 今天是我的挑戰之日 然後子君牠們會上來找我 今天我們來到台北 要來找秉君 今天是牠導盲犬的驗收日 我們要來看看 牠這一個禮拜 一個人待在台北 到底有沒有辦法跟導盲犬好好的相處 有沒有辦法完成今天的挑戰 酷酷酷 第一次見牠的狗狗 叫什麼 V啊 好 找秉君 GOGO YEAH 還聖嗎 狗的意思 我不知道要看狗狗狗狀況 喔是 對啊 你現在韓子凌牠是會做的嗎 我也會做 可是牠還是要看牠心情 所以今天挑戰是有難度的 有難度啊 雖然就走一段路耶 可是真的是有點恐怖 嗯 現在早上還沒要出發吧 你要先帶牠做一下日常的事情 對 吃飯幾點之後也要送牠 這是你最後一次帶牠做這些事情 是吧 應該是吧 GOGO 你有辦法餵牠嗎 可以啊 做好幾次了 好 好 好 還要加資料 會自己停下來 那它停下來你就會知道前面有高地肉炒 接下來我要探索 喔 都在哪 都在你的左邊 聽到了 聽到是什麼 現在要輸毛 輸毛 它現在是刺腳朝天 讓你燒在肚子裡 為什麼每天都要輸毛呢 因為 把他身上的肺毛跟髒褲用掉 因為他每天都要進出門內的色隊 所以你要保持清潔帥氣 你說什麼 比我還更近 這是什麼 這是指尖平他也不用 你的呢 你才沒有 好 我的訓練已經結束了 我們準備要出發去挑戰 這次訓練是不會給我太多的引導 就是完全就是靠我自己 有點恐怖 有點危險 好 狗狗 試試看能不能成功 我覺得這路線 有哪一段還是哪個部分 可能會比較難嗎 有一個地方是很大的階梯 兩個店家的落差很大 就有點危險 比較難那個的就是 有的地面就是只有差一點點 很尷尬 就是狗狗不一定會停 可是我踢到可能還是會摔倒的那種 那真的視像朋友他們在外面這樣子的時候 都是靠他們自己跟狗狗的默契 他們自己去探索那個路嗎 事實上沒有走的路線都會是他平常在走的路線 不會有沒有走過的路線 其實也是要定向過的 對 他們要上過定向的訓練 尿尿在上場喔 VIA GO BZ VIA GO BZ VIA GO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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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 忙碌的意思 OK 現在在英語綿綿的天氣 秉君和VIA 要為這一次的挑戰畫下一個結局 出發 GO VIA GO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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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路應該都是平的 不會有太多的球 好 不好意思 好 後面一點 VIA GO BZ VIA GO BZ 他停住了 然後我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 我感受不到前面有障礙物 叫他繼續前進好了 VIA GO BZ VIA GO BZ 你有點恐怖 怎麼了 VIA 怎麼了 VIA GO B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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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完全亂掉了 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了 等一下 他要帶我去哪裡 VIA GO BZ VIA GO BZ 這是 糟糕 我已經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來 這是車子 NO VIA GO BZ 這裡是路口嗎 應該不是吧 可是他找到CUB了 VIA GO BZ 應該是往那邊 好 我撞到了一個 就是 高速排吧 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耶 怎麼辦 我已經迷失在我的 印象中的路線上了 我已經完全搞不清楚 我現在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過馬路 那既然停下來了 那我就講一下 一般明眼人在路上 遇到導盲犬 其實有一個口訣 叫做三不一問 VIA GO BZ 不干擾 就是沒有導盲犬使用者的同意下 不要輕易的去碰觸導盲犬 再來是不拒絕 不拒絕就是 店家不應該拒絕導盲犬的進入 因為法規是規定導盲犬 可以出入所有的場合的 然後一問就是 在路上如果看到盲人朋友 他徘徊不定 找不到路的感覺的時候 這是我剛才那樣 我現在以為 不知道我在哪裡 你可以主動向他詢問 他想往哪裡去這樣 大家要謹記三不一問這個口訣 然後我現在還是要找我的路 要往哪走 撞到GoPro了 他有帶我離開障礙路了 可是我還是會不小心撞到 因為我現在GoPro是突出了 你看又撞到了 尷尬 GoPro都要被我撞壞了 VIA Good 現在好像可以走了 VIA Forward VIA Straight Straight Good VIA L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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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Straight Good VIA Straight Straight Good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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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Straight VIA直走 走到起樓下 我要掉下去了 VIA有往内閃 只是我 勾破太長 我還是撞到了 沒事沒事 VIA 撞到 Straight Straight 就是往前直走 直走的意思 我又走歪了 那應該是在對的路上 應該沒有錯 撞到中心 撞到摩托車 好 沒事 來 撞到這個就好 然後VIA Good VIA 停下來了 應該這裡有一個 階梯吧 應該是我印象中 昨天走的那個大階梯 好 然後VIA 停下來了 Good OK VIA 撞到 OK Good 現在TRAB的路上應該入口 它有停下來 好 VIA 撞到 VIA 撞到 這個聲音 這個味道 這裡應該是洗車店 我記得經過洗車店 就快要到我們目的地了 我們的目的地是一間 開在轉角的寵物用品店 有一個落差 它沒有停下來 我現在身後這家寵物用品店 就是帶回秉均的終點 我剛剛一路在旁邊看 就覺得滿感動的 因為導盲拳要跟一個盲人配對 其實需要很長的時間 好幾個月密集的相處 秉均只有短短的五天跟他相處 可是他們也有達到一定的默契 我們正常人去下指令給他 其實他是不太會理的 可是VIA剛剛已經 對我完全的聽到秉均的指令 雖然他們對這個路線還不是很熟悉 但是他們可以這樣接近 要到這個終點 我覺得滿感動的 OK 秉均就要到了 Yeah VIA 平均 OK 抵達終點 我到了嗎 你到了 我到了 你可以講一下你要來這裡幹嘛 為什麼選來這裡作為終點 他也陪了我訓練了五天 然後我想說 幫他買一個新玩具 讓他可以玩 OK 那你可以拿下眼罩進去 你再幫他選 他剛剛到終點 你沒有跟他說 Yeah 我到了 哈哈哈 Yeah 好 那下來幫他選禮物吧 喔 那好恐怖喔 反正我一直覺得我們應該要走在旗樓下 可是有一段他走到人行道上了 然後我就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裡了 嗯 對對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 欸我該要叫他繼續走嗎 還是他停下來是因為有車還是怎樣 因為有人然後他也會帶我稍微 對對對 可是可能因為有GoPro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GoPro馬上就撞到 喔 這邊都是嘛 對對 那邊都是神接玩的 這邊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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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很開心 SIT 你覺得什麼味道 長進路是蠻酷的 他長進路是蠻酷的 他長進路到600 好 給他一個泥絕桃 我人裝 他一定有蠢 哈哈 他再送他一隻 求男孩雞腿 一人 哈哈 我覺得這很不錯 哈哈 求男孩雞腿 Viana 這可以嗎 還不行 還不能養 還不行 好 決定最後送他一隻雞腿 雞腿 哈哈哈 今天這個嗎 對 謝謝 挑戰成功在旁邊看 都有點小小的感動 對啊 還是真的 看他喜不喜歡這雞腿 不要 你的新玩具 你平常會這樣跟他玩嗎 會啊 我有跟他玩過幾次 他會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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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喔 大甩一波 哈哈 哈哈 關於跟他相處一個禮拜 要離別這件事情 我應該 是一個情緒比較豐沛的人 可是我看平均跟他相處 我覺得他們之間那個淡淡的 但是 感覺出來他們也是有一點默契 畢竟他們也相處了六天 剛剛他們成功之後 然後買玩具給他 現在準備要跟他告別 其實平均的個性 本來就不太會表達什麼 但是 從旁邊看就可以感覺到這種 微微的哀傷 我覺得 配對這件事情 就是 有時候 不只是要為 視障朋友的生活 帶來一些方便 也有一部分的成分 是 找到一個心靈伴侶 可能 導盲犬除了 可以打他們的眼睛之外 也是他們最好的伴侶 會覺得 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人的努力 就可以達成 是 各方面 因為 培訓導盲犬 這個過程很長 從他出生 然後從 寄養家庭開始 要到訓練 跟視障朋友配對 到最後的 收養家庭 他每個階段都有需要 更多人去支持 才能去完成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過程蠻辛苦的 需要大家的支持 才能讓整個 到盲犬的協會可以更好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我跟他下了口音 他會聽 但是他會一直 注意他的訓練 三、四天的時候 因為前面有固定 都是我餵他吃飯 他就比較認得我了 一般的適當配對 會需要 一到三個月的訓練 可是 人跟狗的默契 要到完全的match 可能要半年到一年 所以說 我這次訓練是差很多 因為我只有六天 可是他們其實是要 一個月到三個月 每天待在一起 我是只有來早上半天這樣而已 所以我跟他的默契 沒有這麼的好 但是他還是 可以帶我走完 我們一小段的 大概兩、三百公尺的路線 視障朋友 訓練師 然後跟狗狗 都要付出很多的 心力來 培養彼此的默契 這樣 其實不是像電影裡面 那麼的容易 但是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才可以那樣子 那平常呢 導航犬協會 各個地方會有一些活動 也會有招募義工的時候 如果你對導航犬有興趣 可以直接跟導航犬協會聯絡 或者是有心力 然後你可以捐款 支持導航犬協會 因為導航犬協會 也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所以他們也是需要大家的幫忙 讓他們有更多的經費 更充足的能力 可以來 為導航犬做努力 也為 智障朋友做努力 因為現在導航犬的數量 其實是 不夠的 現在盲人朋友大概有 將近六萬 可是現在在服役的導航犬 可能不到50隻 正常的比例是 100比1 就是100個市場朋友 要有一隻導航犬 而且 50隻又不是 那麼容易可以跟使用者配對的 像剛才講的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磨合 對 所以大家可以支持導航犬協會 他們默默的為 這個社會做出了很多努力 然後 大家也要記得 三步一問 不餵食 不干擾 不拒絕 然後主動詢問 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有這個正確的觀念 然後呢 導航犬協會 也有在 刀母寄養家庭 因為導航犬在小的時候 會先在寄養家庭做社會化的訓練 然後之後呢 才會來 協會這邊做導航犬的訓練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符合 導航犬協會的 標準 就可以來申請寄養家庭 對 明天就要離開了 你有什麼話要怎麼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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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想咬雞腿 他還不想說話 其實導航犬 如果沒有成功配對到 就是適合他的使用者 坦然就要退休 或是轉到其他的領域上去幫忙 這樣子 對啊 或是直接到 收養家人去 你要找到適合你的主人 然後去幫助他 懂嗎 好 OFF OK Good Bye Bye Bia Bye Bye 明天就看不到我 就不會有人這樣刷你啊 好 我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了 然後下一集是子君走中獎的部分 記得準時收看 而且這支影片 禮拜日就會上了 不會等到下禮拜二 是不是很爽啊 一個禮拜有三支片喔 期待第四集 SALUTE KEPI KOO 請問你有需要幫忙嗎 因為你是配料女生嗎 不是 不是 那你可以找別人幫我嗎 很多人嗎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你可以唱大聲一點 現在在KOOFY的時候 在KOOFY大聲 往我的左邊 我要你記憶一下他 往你的左邊 右邊啦 右邊 左邊是我耶 你也真的看不到一天嗎 好笑嗎 拍這種東西好笑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上玉山沒有帶衣服的那個人 幹 你知道嗎 不行 這個太明顯了 真的不是阿滴嗎 是阿滴吧 是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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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吃嗎 不是 我是複補比較大 什麼都會打入場 環島 對 到創業都可以 看來就在三個月的夢想店 什麼都可以玩 大家歡迎他們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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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